你好 欢迎收看4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0403地震第五天 昔日被誉为是桃花园的秀林乡大同大理部落 这次也有9人受困 7号上午是由空勤直升机吊挂载运下山 全数安全撤离 另外天祥地区还有西宝国小的师生 总共是305人也都全部撤离了 不过目前还是有6个人失联 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一路上都是落实 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部落居民徒步走下山 道路上遍布大小落实 断掉的树枝也散落满地 哇 太夸张了 这个地震 强震后山区道路出现不少巨石 得避开重重障碍 即便一路上颠簸难行 部落居民还是不放弃 花了三个半小时终于走下山 连环山也在咬 对面的山也在没有落实 对 晚上都是不早 担心还是会担心 可是那个我自己的家属都没联系到 3号强症发生后 余震落实不断 位在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 正上方的大同及大理部落 连外变道几乎全部坍塌 等同成了孤岛 这位部落男居民决定自行脱困 4号一大早和遗仗一起从大同部落 徒步走下山 但部落里仍旧有人 来不及撤离受困 7号一早救援直升机出动 前往大同及大理部落 成功将受困的9位居民全数救出 送至太鲁阁对岸停车场 成功被救下山 其中这名70岁的部落阿嬷 依旧惊魂未定 表示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很大真的是很大 我们有的是心脏病 我们的药都快要没了 还好是有一点点剩下一两天 所幸地震后第五天 大同及大理部落居民全数获救 外国游客拖着行李箱 走出精英饭店 喜悦之情藏不住 强政第五天终于脱困 一伙人搭上游览车离开 顺利搭上车踏上回家的路 外国游客兴奋合影 有19位德国人 4位罗马尼亚人 昨天我接了7位坐飞机的 过一些小山崩什么 或是台风啊 地震 都是很轻微的 真的大家都没想到的 旅行团包华导游共32人 由罗马尼亚及德国人组成 3号来花莲泰鲁隔一日游 没想到玉少强镇受困 索性7号上午全数安全撤离 因地震受创的台八线中横公路 天翔以西往武岭路段 已经在6日抢通 至于天翔往东路段 也在7日上午抢通 开始疏离受困人车 公路路段的接上了啊 锦销协助天翔地区 300多位受困民众 依序撤离 包括薄熙国小失身59人全撤 经营酒店旅客家员工218人 活动中心1人 共计278人撤离完成 肥困在哪里的 肥困在哪里 太如隔经营 非常可怕 救难人员在前方引道 选择自驾撤离的民众 其中一名天翔餐厅的厨师 机车骑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安全下山抵达指挥所 全身沾满尘土 回忆地震当下人心有余悸 当天地震观看 吓到两只脚都发转了 当时再来后 比九位大厅师都还恐怖啊 目前人滞留在天翔地区的 仅剩38人 都是精英酒店员工留守 搜救队将持续协助 要尽快将天翔受困者 全速安全撤离 接着做报告